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守在窗前夜空下 影子陪着我有些孤单 就像害羞的花瓣 等待阳光却又泡自演 你用你热情做交换 交换我所有眼泪笑颜 我是孤独的白天 等待黑夜却又泡太危险 我决定看着你的双眼 靠着你的肩 说我爱你不改变 从此相信你的每句承诺 就算是无心敷衍 我决定一分一秒一天 直到一百年 让我习惯你的笑 习惯你的埋怨 也许女人都一样 总是被爱欺骗 心甘情愿 用你的指尖 轻抚我的心 落在你怀里 守住每个幸福的瞬间 直到永远我决定 看着你的双眼 靠着你的肩 说我爱你不改变 从此相信你的每句承诺 就算是无心敷衍 我决定一分一秒一天 直到一百年 让我习惯你的笑 习惯你的埋怨 也许女人都一样 总是被爱欺骗 心甘情愿 令你闭嘴 我家 FELIC 好的 如果我走了 小心 力勿 很 delight 眼前的事还说不过来呢 还说什么一辈子呀 说到底 你这人啊 还是不甘心嫁给一个 没有火花的人 不甘心过平平淡淡的生活 我知道 什么平平淡淡才是真 可是我是不甘心 我再怎么着 也得燃烧了之后 我再平淡吧 这好 从头平淡到尾 这什么呀 白开水 那你要是遇不上 能擦出火花的人啊 你跟谁灿烂去啊 像你这样的人 眼光又高 口味又特别 你说这么长时间了 有入你眼的吗 那要是 有了入我眼的呢 什么情况 要不然我怎么就这么拧巴呢 你早说啊 害得我费了半天唾沫 跟你绕了这么一大圈子 这人是谁啊 你快告诉我 我要说了你不许告诉别人 告诉我 琉璃 你认识 琉璃 听得挺耳熟的 就是给你们家别墅 做设计的那个 你们俩 你们俩 这么快就擦出火花来了 那你和孙叔明 不也挺快的呀 两回事 我是清楚自己的目标 一旦发现就锁定 绝不耽误功夫 那我也是啊 我一直没找到有感觉的 这次碰上了 她就有感觉了 你俩已经 什么呀 你说什么呢 真是的 那什么都没发生呢 再说了 你姐姐我也不至于吧 那你是不是接受高云翰的求婚 特违心啊 也不是 可能我想 我想逼自己一下吧 那干嘛呀 那你干嘛不给自己一次机会呢 亲爱的 不是我不给自己机会 是这火花来的 它不是时候啊 再说了 这万一像高云翰说的那种 燃烧了没多久 它就灭了呢 那我得多遗憾呢 你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你心里那小火苗能掐死吗 你觉得我应该掐死吗 不知道 我觉得很难办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你才走了 不知道我担心你啊 走 造花弄人哪 这怎么了这是 什么词都出来了 出什么事了 我姐恋爱了 废话 姐恋爱了 姐都快结婚了 不是和高云瀚 和谁啊 琉璃 琉璃 那设计师 你还认识几个琉璃啊 不是 他们俩怎么弄到一块去呢 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我姐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 只不过他们俩觉得挺好的 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 陈寅现在心里特别矛盾 他是找你给他出主意的吧 我能替他出什么主意啊 糊涂 你就告诉他不能胡思乱想 赶紧和高云瀚结婚呢 你说这事怎么劝啊 我只能听他 倾诉一下心中苦闷呗 我说呢 当初他买房子的时候 我就感觉不太对 你知道吗 肯定得出事 赶紧安排他们看房子 然后就结婚 别让主书的鸭子再飞了 你是替高云瀚着急 怕我姐飞了 还是替自己着急 怕高云瀚飞了呀 一回事这总是 出一份时 到了 就是这 这客厅真大啊 这不解啊 你看 那边是个阳台 对 南北通透的这样 对 你看这阳台 不错 阳台大 关键这厅要往通的 怎么样 满意吗 好 好 最近忙什么呢 还不是距离那点事 搞承改呗 有什么新的动向没有 套路套路 市政府呢 为了治理环境 搞大规模的市区工业外迁 就这点事 那迁出了那空地呢 当然是搞无烟工业了 搞点居民住宅 搞点房地产开发什么的 你看你看看 我都跑了好几趟 都说没动静 你都跑哪了 第四集装厂那块空地啊 地方又大 位置又好 你别说 规划里还真有那块地 不过那儿盯着的人可是挺多的啊 那是个飞圈 哎呦 没路子没人谁也拿不下来 到时候这事啊 还得需要你顶着一下 啊 咱还有什么说的 话说咱就说点跳了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啊 肯定帮忙 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太好了 行了 喂 这回啊 你结婚我随一个大份的 好不好 让你的婚礼啊办得 风风光光提提面面的 客气客气 再给你透露点别的事啊 啊 这因为事挺怪的 他什么事啊 我建议你这阳台啊 不要给他封上 因为你看你这房间已经够大了 就把他当做亮台用好不好 是啊 还能清净大自然 挺好的 哎 反正这事啊 你地方长点儿就行了 啊 但是千万不能挂在表面上 尤其是不能在他面前 幸亏你提醒我 咱俩谁跟谁啊 啊 我肯定是向着你啊 哎 你啊 替我盯着这块底 我来铺你们家后院找这火 你怎么铺 小刘那小刘啊 泡个啥呢 估计 没那么较直 泡妞得需要钱吗 哎 断了她的财路 我让她清醒清醒 有那么容易吗 人有人道 鬼有鬼道 这小子发财啊 靠的是我们这个圈 这点事儿落在我手上 轻而易举 真的这样就好了 我办事你放心 说房子在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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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干嘛呢 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哎呀 我是啊 在说他们俩的未来呢 你管得着人家吗 你还是先想咱俩的未来吗 咱俩的未来不是梦啊 我没干嘛 天啊 都下班了 怎么还不走了 啊 哎 你跟小多做的那个效果图 出来了吗 还没呢 拿过来吧我来做 哎 不是下周才要吗 客户催了 没有 我没事儿 加个班吧 没人催你 干嘛要给自己加班呢 走吧 喝两杯去 管那么多干嘛 赶快拿过来吧 啊 你是不是失恋了 拿工作麻醉自己 你看我像吗 我看挺像的 好吧那你慢慢麻醉 我马上给你送过来 好吗 哎 哎 我觉得咱们那房子真的不错啊 嗯 是挺不错的 嗯 咱什么时候装修 先不用着急装修吧 我觉得放放再说 为什么 这么大的房子 装修得花多少钱啊 咱们刚交完这房费 哪有那么多闲钱 哎 钱不是问题 钱是死的人是活的 咱可以 先到父母那儿 去凑点 将来再慢慢还他 那也得征求一下 双方父母的同意吧 我父母那儿 已经明确表示要支持了 哎 你爸妈不也有这个意思吗 只要你同意 我可问题不大 那 行吧 我 我也回去问我父母 等你想好了 装修的事就交给我吧 已经被我操心了 交给你啊 嗯 以你的审美 说实话交给你 我还真是不太放心 嗯 第一次买房子 怎么着 我也想装成自己 喜欢的那种风格 对 对对对 那你想 找哪家装修公司啊 没想好的 不过 得找对一个好的设计师 这是最重要的 有合适的人选了吗 你有吗 你不会 也想找那个琉璃给设计吧 你觉得她的设计怎么样了 我觉得设计的一般 肯定有比她强的 她那个公司 主要是没什么名气 咱们得找个牌子硬的 这样 对装修质量有好处 行吧 那改天咱俩都有空的时候 去家具车那边看一看 好吧 好啊 喂 喂 姐 那个我给家里寄的钱 你们收到了吗 那是我给妈看病吃药的啊 这也不行多用啊 妈自己身体怎么样 没犯病吧 别提她了 这个姓孙的 她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早就不理她了 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 人特好 比那姓孙的强一百倍 行了 你跟妈呀就别担心了 我不跟你说了 她马上回来吃饭了 好吧 嗯 拜拜 好烫啊 喂 喂 喂 我在家已经把饭做好了 你几点回来吃啊 我喝不去了 我有事 我告诉你啊 我再说一遍 你以后啊各管各的 你不用等我 你别用我做饭 行 那么这样吧啊 拜拜 拜拜 哎 两位先生晚上好 我们公司新出的新酒 要不要尝一下 如果买两瓶呢 送钥匙链 买三瓶送打火机 买四瓶 去去去去去去 已经要了 我们就喝扎皮 喝扎皮就喝扎皮呗 干嘛骗去去去去去啊 怎么了 不允许啊 我们就不能自己安排自己吗 那不能好好说话 跟四瓶什么似的 哎 你还没完了是怎么着 我就没完了 你想怎么样 你们要跟我赔礼道歉 赔礼道歉 我还打你呢 你敢 二位别别 我敢不敢 二位别生气别 坐坐坐 什么态度你 坐呀坐 别别别 有话好好说 新来的 新来的也不应该这样啊 人家小姑娘 你何必跟她一般见识 对吧 哎 小鱼 给人送一片水果 一个水果就打发了 四瓣啤酒 行 四瓣啤酒 慢慢喝慢慢喝 二先生慢着 是大啤酒是吧 一会儿就到 稍等一下 好 这个小姑娘 快 多多点 好 我跟你说 这酒吧里啊 形形色色的人都有 千万别招惹她 卖酒的时候 稍微机灵点 多观察观察 懂了吗 懂了 你今天怎么了 心情不好 有情绪 我当然有情绪了 我又不是机器人 谁说你是机器人了 我看要不这样 你啊 先休息休息 别带着情绪干活了 又白喝四瓣 来 喝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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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喝 醋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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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得一步一步往前走啊 不过现在我总得找个活干吧 你给我说说 你以前都干过什么 干过七八种职业吧 但是都不长 说来我听听 有产品销售 公司接待员 导购小姐 要我说啊 你啊 应该好好学点东西 找一个长久点的工作 可是我学什么都没长性 你看啊 这就是漂亮女孩的典型缺点 你是夸我呢 还是骂我呢 我说的可是实话 你确实很漂亮 可但凡漂亮女孩吧 都有一个普遍的缺点 她们爱虚荣 总觉得年轻 美貌是资本 所以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学东西 可是我听说啊 现在大学生毕业都找不着工作 所以呢 那些女大学生啊 都憋着加大款呢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我何必绕一个大圈子去上大学呢 我直接找个好男人不就结了 行 你够直接的 来 我给你看看手相 你还会这个呢 当然了 好 怎么样 你看看 你看看你自己的爱情线 密密麻麻的 太复杂了 找找老公了吗 我是喜欢她 可是人家不领情 你说的是琉璃吧 除了她 还有谁啊 什么意思啊 我就那么不招人喜欢哪 不 你招人喜欢 你非常招人喜欢 可是并不代表你招所有的人喜欢 可是 我就想招她喜欢 可是凭我对琉璃的了解吧 你不是她喜欢的那种类型 她喜欢什么类型的 除了漂亮之外吧 她还喜欢有个性 有泪汗的 那 我缺哪样啊 最后一样 我没有内涵吗 有 但是不多 可是 可是我有我的优势啊 我比那个有内涵的 对她好 对 你这话说对了 这男人吧 你是不了解 她要是碰见她不喜欢的 你再怎么对她好吧 她也不当回事 可她要碰见她自己喜欢的 不用你对她好 她反倒每天伺候我 这儿不是犯贱吗 说对了 一针见血 爱情这东西吧 就是犯贱 我现在 不就正在犯贱吗 好 饿了饿了饿了 饿死我了 快弄点吃的吧 没什么好吃的 咱们出去吃吧一会儿 不行 我累了 在家吃 那我一会儿打电话叫外卖啊 谁说号称自己备了好几本食谱呢 说天天自己做的不同样给我吃 又打扫卫生又做饭 我都快累死了 谁跟我说的 冬天带我去亚伯利滑雪 夏天带我去夏威夷游泳 现在还不到冬天呢 那冰就没冻上 你怎么滑啊 是不是 不是 讲不讲理啊 讲不讲理啊 谁说的非得不要这保姆 要把自己培养的上的厅堂 入的厨房 谁呀 谁呀 我现在不想进厨房了 那凭什么我把大好的青春 都埋没在油烟子里啊 太好了 你终于想明白了 受苦人终于得解放了 我赶紧去找一保姆 省得我每天吃那么难吃的菜 我还不敢提意见 你别说 《 走照片 走》 你快去找 点快去找 你快去找 你快去找 你去找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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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找办公室 这孩子没人照顾 你说怎么办 没 会 你不会算 算了 给你说什么 带个孩子你都不会 你不是那个在酒店门口擦皮鞋的女孩吗 对 对 我说别 哦 你是那个花五十块钱擦一双皮鞋的那个先生 来来来 现在不擦皮鞋了 不擦了 生意不好做 而且你上回不是跟我说让我干点别的吗 哦 对 刚才那没谈成啊 没有 他要找一个大小孩的 我不会 先答应下来啊 我不会就是不会 我不能骗人家呀 对对对 不能骗人 不能骗人 你叫什么呀 苏三妹 今年多大了 二十多 你查户口呀 不就是干活吗 还挺有性格啊 行行行 我喜欢 这么着到我们家去干 不带孩子 每天啊就是做饭 会不会啊 还行 什么叫还行啊 这会就会 不会就不会 你不是说不会可以先印下来再学吗 哈 这么快就用到我这儿来了 好好好 来来 来 来 坐后盗来 来 到呢 来 打算 你 来 玩 保姆啊 我给你找来了 这是我太太 这是新来的保姆 你好 我见过 我们见过吗 对对 那天擦皮鞋那个小女孩 苏三妹 你问她一下 有没有卫生防疫站的身体检查证书 没问题 我从保姆市场找来的 我有 我看看啊 没事吧 没事 你领着她到处转转 你领她转吧 好 包饭 这个就是客厅 那边是凉台 你呀每天的任务就是三顿饭 外加打扫卫生 你刚开始没有说打扫卫生啊 那么大的房子 我每天还得买菜 做饭 洗衣服 年纪轻轻的还挺犀利 真的 工作量挺大的 给你加一百块钱 那每个月有休息日吗 你别机灵过了头啊 要不咱们找本劳努法在这翻翻 那是国家规定 行行行 这样 你春节不得回家过年吗 假期我给你攒着 一个月休三天 行 来 来 地方也不错啊 注意卫生啊 孙先生 这儿离菜市场挺远的 我想能不能给我配一辆自行车啊 想的还挺周到的 那当然了 要做就得做好了 不能让别人说出点什么来 行行 明天解决吧 好 对了 还有一件事 能不能一口气说完了 能不能预支点钱给我 擦皮鞋没攒点钱 行 明天一会儿解决吧 来来来 看啊 这个就是你的主战场了 这 对了 你会用这个吗 会 对 来来 你呀 尽量少让你姐做饭 你知道吗 你姐做饭她 坐顶着了 她不愿意做 好 要是您干别的 谁想进厨房呢 还没干呢 就抵触情绪是不是 没有 你放心吧 我肯定会好好干的 我一说啊 刷碗的时候 要把水控干净了 不要用那个麻布擦 要不然不卫生 知道吗 会做面食吗 会烙饼吗 不会 得学 得学 你姐来吃面食 对了 我给你去你住的地方看看 来 在这儿 嗯 陈哥 保姆安顿好了 这给保姆布置任务 可都是你的事啊 都让我自己干了 我问你 你从哪儿把他找来的 家政服务中心啊 你也太不尊重我了 我怎么不尊重你了 还太 我是你太太 你找阿姨来 你总得终结一下我的意见吧 光你满意了 我倒是不满意呢 我以为什么事呢 不是 你不满意回头咱们给换了 你不会现在就不满意吧 怎么不会 为什么呀 你认为他是女的 你不满意了 我现在找一个男保姆 你来不及了 你再说了 你找一个帅小伙 我还不满意呢 我家里 好 妹妹 经过专家的审议 本公司的评议 最后的结果是 本大厦装修的钟表者为 蓝鸟设计师 好 现在呢 我宣布 由蓝鸟设计师的代表 领取中标授权书 好 朋友们 我们最近就要和蓝鸟胡思 签订施工合作协议 祝我们的合作 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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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啊 这活儿真拿下来了 对 这下咱们的工资问题终于有着落了 多亏琉璃 要不咱们只有喝西北风了 对 说真的 我真没想到刘公专赶投这样的标 而且还一举嘎过那么多有名的设计公司而中标 我可不同意这个说法呀 这完全是我们公司的实力 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准 对 说得对 等我们盖完洪文大厦这会儿 咱们南辽的名气肯定会大震 到时候来找我们公司的客户 肯定会击破咱们公司的门槛 对 刘公来了 刘公 行了行了 别吹了 天都吹破了 我告诉你们啊 下边胡说子可多日了 嗯 大家要加油 好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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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洪总啊 我 孙树铭 我问你啊 你们洪文大厦那个装修招标结束了吧 哪个单位中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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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已经不是秘密了吧 这已经不是秘密了吧 来点设计公司是吧 嗯 我知道了 没别的事 没别的事 好嘞 好嘞 再联系啊 你进来一下 来 孙总 您找我有事吗 唉 帮我约一下洪总 明天打把冷球 好的 来 小脸 是我 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啊 请我吃饭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我告诉你 我公司啊 投标中标了 我今天特别高兴 来 你看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我是你的福星吧 你要是跟我在一起啊 保证你裁员滚滚来 行啦 行啦 你省省吧 给那个杆子你就往上爬啊 准备一下 我去接你啊 走吧 拜拜 嗯 拜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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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 没坏了吧 不是 我都好几天没正儿八点的吃饭了 要说也怪啊 你说这么大的城市 就找不着一家像样的设计公司 要不然这样 这事你就甭管了 就交给我算了 那你打算找哪家设计公司啊 其实你的意思啊 我基本明白 要我说啊 咱干脆就不找设计师了 你给我三天时间 我来设计 我设计好了 给你看看 你看怎么样 你笑什么吗 咱这么好的房子 可千万别自己下设计 最好啊 还是找个设计公司 看看 还是瞧不起我是不是 我们办公楼后头有一家 虽然门脸不大 可是上门的人挺多的 要不然我 算了算了 要不然 咱们还是找那个 找她是不是 找谁都行 就是不能找她 为什么呀 不为什么 看你那样 我都打算嫁给你了 你还这么小心眼啊 那倒不是 我真的是不想跟她打交道 你不是说一切都为我好的吗 可这毕竟是两回事啊 你根本就不懂得审美 是 我是不懂得审美 可我知道 按着你的意思办呢 你看啊 咱们自己的家 自己设计自己装修 我准备啊 给你做一个大衣柜 对 把你所有的衣服啊都 都 看到美女眼睛挪不动窝了吧 够巧的 这不是刘大设计师吗 这位刘大设计师 可是够忙的 神高的姐姐那是 对 大衣 难兴 最后的你们要好 你看些人 没事 你才不会找我呢 年年钱 你跟我抢个地 最终还是被你下次抢走了 我没少帮你 上次规划局找你 要不是我替你拖着 好了好了 说吧 找个什么钱 我想让你啊 把你们中标的公司给换一下 换一下 换谁呢 你要把什么更好的装修公司推荐给我 设计啊 还是让蓝鸟设计 就是 他们没这么大的建筑能力 可当初说好了 谁设计 谁负责施工啊 你是老总 一句话不就完了吗 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一是 他们确实没这么大能力 二啊 我认识一公司 四星级的 一点问题都 从他们那儿 是回客了吧 我保证 一分都没有 好吧 明天让他们负责任到我来来一趟 带上他们的业绩材料 爽快 您看这个方案 是不是比前几个更符合你们的想象 不对 这感觉好像还是不对 几个方案都是按你们要求的风格出的 怎么可能没有一个满意的呢 到底是哪地儿不对 你能不能说具体一点呢 具体什么地方不对我也说不清楚 反正我就觉得 我腰的那个感觉没有出来 我上次跟你说的我那个感觉你知道吧 我好像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你们这样的客户 不知道是我的理解力有问题 还是你们没有讲清楚 不是您的理解力问题 也许是他还没想好吧 我要想好的话我还找设计师干嘛呀 好好好 是我的水平不够 要不你们换个设计师试试 要不这样吧 我们先回去考虑考虑 然后咱们再电话联系 好好好 不送话 好 真言 这几条设计方案 你真的都不满意 不满意就是不满意 哪有什么真和假呀 可是我觉得还都挺不错的人 你呀 就照你的审美情趣 咱们家装修 也不用什么找设计公司 自己装不装的就得了 我情趣是不高 我这不都听你的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你今天心态也有点不对 明显对人家有成见嘛 横挑鼻子 鼠挑眼 显得特矫情 矫情 我怎么矫情了 我又不认识这设计师 我对他能有什么成见啊 再说了 咱们自己装修 肯定得找好的设计 不满意就得换 就算再换了设计师 你还是不会满意的 你怎么就知道啊 因为你心里 已经有想找的设计师了 总拿一个标准去比 当然不会满意的 你今天说话怎么一样怪情的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别拐弯抹角的 我最讨厌这种人了 我知道 你就是想找琉璃来设计 我说得没错吧 我是觉得琉璃的设计不错 想找她怎么了 话说回来了 咱们就是找人家 人家还未必有时间呢 有时间 她一定有时间 可问题是 你不光觉得她设计不错 她人也不错吧 对啊 我是觉得她人不错 那你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并不傻 前几天 在报纸上做的酒吧介绍 全是她的作品吧 你还为她做了人物专访 挺快的 才几天呢 就业务往来上了 高云翰 真难为你了啊 真难为你憋了这么长时间 我今天才说这件事 原来你一直对这件事情 跟我怨怀 我告诉你 关于专题这件事情呢 是琉璃在帮我的忙 我呢 也的确是很欣赏她的才华 从此以后 我们也就成了朋友 不过 这件事情 我没有必要经过你的同意 才行吧 我不是限制你交朋友 我是个男人 而且是在爱着你的男人 他是你一般的朋友 还是在追求你的人 我想你比我清楚 我自己也是有感受的 你有感觉是你的事 我交朋友是我的事 你们有权利去干涉我 可你考虑过我的感觉啊 我们俩之间 毕竟不是一般的朋友 可就是你这样子 咱们两个人之间 任何关系都可以改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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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飘来春的气息 那是你的芬芳 只要你在身旁 我的心就飞扬 夏日阳光不再拙人 那是你送的饮料 那是你送的饮料 只要你在身旁 我的梦就安响 我的梦就安响 冬夜醒来天你回归 那是 Batt Mari衆 那是你的胆我 只有你在身旁 我的爱就要希望 拍摟 烬日eように 那是你的目光 只有你在身旁 我的梦就暗想 冬夜醒来 甜蜜回味 那是你的探望 冬夜醒来 甜蜜回味 那是你的探望 只要你一天没结婚 就没有任何人能阻拦我追求你 这儿 怎么了 你要是困你就上床去睡觉嘛 你跟我这儿装什么样子 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很不道德吗 我喜欢一个人有什么不道德的 何况你们俩仅仅是订婚 而不是结婚不是吗 我会是有什么不道德的 你不觉得你不愿意 你不觉得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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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愿意